你们了解一下去危海旅游哪个景点人最多 哪个景点是我最不推荐大家去的 最近是暑期 所以去危海旅游的人特别的集中 哪个景点人少值得去 哪个景点风景好 这些话题我相信大家去危海做攻略前 应该在网上看了特别特别多吧 本期视频我就不讲这些了 咱们就聊聊哪个景点人最多 哪个景点我觉得最不值得去的 先说人多的啊 人最多最多最多的地方 那一定是火炬八戒 三年前的火炬八戒 一整条街也就是十个二十个人 现在火炬八戒有多少人 那就没有办法形容了 一想拍一张相框里没有人的照片 那真的是难如登天 怎么样才能避开人群呢 就是一定要赶早越早越好 第二个人多的地方 那就是大相框了 你们在网上看的那个大相框拍的照片 拍的那么漂亮都是怎么拍的 都是站在梯子上避开人群 才能拍上那样的照片 如果你站在平地上 还想拍照片没有人的话 那几乎是不现实的 第三个景点 那就是纳湘海 一点不跟大家开玩笑 三年前我去纳湘海的时候 纳湘海那个沙滩上 几乎就跟现在的乳山 跟空城没什么区别 海边上你连个人影你都抓不着 而且过了十月一以后 那地方租房特别便宜 但是现在正好恰恰相反了 纳湘海的人 那跟下饺子一模一样 可能是我看海看的比较多的原因 我对于纳湘海的沙滩 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本来是想人稍微少一点 其实就可以去纳湘海公园 大灯塔边上 其实人都比较少 而且还能坐在这吹吹海风 欣赏一下海景 我觉得特别棒 或者是去三连岛拍照片 我觉得也挺好的 算得上是微海为数不多 看不见人影的打卡拍照的地方 剩下那些我没有谈及到的景区 大家也别想着人有多少 只是能比这些地方稍微强点有限 如果你真想一个人独享 整片大沙滩的那种海边 那就别来微海了 微海是没有那样的海边的 是 我们先看 像你的海派的 海派的